中华民国运动采券经销商商业同位工会 2022年3月15号正式在台中市南平路设立新的会馆 理事长何玉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感而发的说 希望能够团结力量贡献国家 我们去年的奥运来夺得很多优秀的成绩 都可以了解到运动发展基金它如何益助得宜 我们的政府来有充分的预算来拨我们的黄金计划 栽培我们的优秀选手 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其实不缺乏优秀的孩子 只是说这个金费量能不太够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愿意来共同来参与 来贡献体育发展成为这个运动发展基金的一股强劲的力量 谢谢 理事长何玉琪因为做人海派政商关系良好 所以包括立委黄国书 庄靖成 市议员黄守达 周永宏 何敏成 保全工会联合会张达昌理事长等贵宾 都亲自到场祝贺 好我们恭喜中华民国运动彩券 商业同业工会在台中的会馆 今天来落成 刚好就在我南区服务处的隔壁 这几年来我们看到运动彩券 发展得非常的蓬勃 那当然运动彩券所有的盈余都依注到运动发展基金 那这个对整体的国家的运动产业的发展 对于我们国家代表队选手的照顾 其实有很大的贡献 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运动彩券的工会的这个会馆的这个桥迁的一个典礼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合理市长 那长期在这个运动彩券 这个的发展上面 注入很大的一个心力 那运动彩券 它也是帮助到 实质帮助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运动产业 很荣幸呢 这一次的会馆 特别选在立法委员黄国书的南区服务处的会址旁边 那这里呢 当初也是国书委员的竞选总部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会馆 来表达国书委员和首达 我们一起在中央地方来为运材产业来努力 来为台湾的基层运动来努力 我觉得我们合理市长把这个板块做得很好 所以今天特别来恭贺 那希望能精益求精 然后更上这个一层楼 然后有更好的社会效益 李市长何玉琪强调 彩券工会新的会馆成立之后 会更加团结全台湾券商的力量 善用运动发展基金 帮助弱势 也推动台湾体育运动赛事跟选手的发展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 来拍摄一下地区的出卫 第三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